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购物分享 就是我最近这11月12月最近买的 我觉得比较喜欢 然后比较值得跟大家推荐的东西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先从化妆品类的开始讲 首先呢就是我最近发现的 懒人出门三件套 一个ETVOS的保湿精华 然后这个MB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么念 这个MB的防晒 然后一个ETVOS的遮瑕膏 就这三个囊括了我早上出门的所有需求 这个超级保湿 然后这个防晒的话是SPF50 PA4个夹 然后这个遮瑕的话也超滋润 就整个这三个就很适合 单皮吧 就很适合干皮秋冬早上出门 我用我的手跟大家做一个示范 因为我这边刚好就是被小猫抓了 有个印子有瑕疵这样子 就早上我先第一步用这个 这样子挤出来 然后抹到脸上 假装这是我的脸 这个抹了之后呢 就是超级的滋润超级舒服 有一种淡淡的植物香 涂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会直接涂防晒 就用这个 抹一点 它是这种 就像乳液一样质地的防晒 特别的舒服 完全不会拔干 防晒抹了之后就是这样子 防晒抹了之后呢 我就会用这个遮瑕 它这个遮瑕里面的这一根 送的小刷子特别的好用 特别是它背面的这个小海绵球 就我每次就是用它 沾着最浅的这个颜色 然后压在瑕疵的地方 特别是我的痘印啊什么的 我现在就压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看 是不是比刚刚遮掉超级多 我刚刚是很深很红的一个 爪子印哦 它现在就是只有一个淡淡的纹理 但是已经没有那种特别红的感觉了 如果你的痘印是平的 你只是想把颜色盖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我早上出门的懒人散步 真的很方便 接下去一个我最近买的呢 是很浮夸的 天使蜜粉 其实是我第一次买天使蜜粉 之前我对这个天使蜜粉一直都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今年呢它是智慧天使 然后它的寓意是获取知识 我就挺喜欢的 然后这今年就买了 而且它是基数年是贬合的比较好 好携带 我买的是专柜版的 就比较适合干皮的一个版本 用的话我就是直接用它这个粉扑 按脸上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比我想上的要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我以为它可能就是徒有其表之类的 因为在包装上下这么多功夫 但它其实产品本身是好用的 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一个修容 too cool for school的修容 它的包装呢是这种刺绣的 就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就买了 它里边的颜色呢 是浅一点的相比普通版本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就很自然 但也不会说没有存在感 就是有修容 但是又很自然 也不会怕重手 所以这个就是 我近期买的 还蛮喜欢的一个修容 接下去呢是两个 TATRA的洁面产品 一个是带一点磨砂质感的洁面乳 然后一个是懒人用的卸妆油 就是可以一部卸妆 你用了它之后不需要后续再用洗面奶 这个上面写的是中性到油性肌肤用的 因为我是干皮嘛 我大概一周只会用它一两次 但是我每次用完它整个脸都特别的丝滑 就很滑很滑 然后特别的清爽 特别的干净 我那一天如果我想认真的护肤的话 我就会用它 用完它之后 我后续护肤产品都会特别好吸收 虽然它是给中性和油性肌肤用的 但是我用完它完全没有任何拔干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是带磨砂颗粒的嘛 所以我也不会每天用它 就一周用一到两次就非常的完美 就推荐大家 这个卸妆油呢 是我很多年前就用过了 最近算是复购吧 因为我比较长的出门状态是没有化妆的 除非那天我有约会啊 要见人啊什么 像刚刚那个懒人三件套 然后最多偶尔有时候我会用一下气垫粉 然后涂个口红这样子 就没有到全妆眉毛眼妆这些都没有 基本上如果我脸上只是简简单单的气垫粉 这些东西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简单的卸妆油 非常方便卸得也很干净 这两个的使用手法是有讲究的 像这个蓝色它就是apply to wet face 就是要湿润的脸部 就你用它的时候要把脸打湿再用它 像这个的话 就这个卸妆油它是 就是干的手和脸 就你用这个的时候你要保证你的手和脸部的干燥 你才能更好的去容妆这样子 所以这个使用手法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两个都是我双十一的时候在天猫旗舰店买的 就很送了一堆小样还蛮划算的 所以刚刚就分享完了化妆品类的东西 接下去想分享一下就是杂物类的 首先就是一个跳绳 这个跳绳呢它是无绳跳绳 就是它是两个球球没有那个很长的线 绕过你身体的那种 就你跳它的时候只用这样子 吹吹吹吹甩 就可以了 就哪怕你家里空间很小 你只要有块小小的空地你在那边甩甩这个 然后身体跟着跳动就可以了 就很方便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近期买到觉得比较神奇的 因为刚开始我还怕它的那个跳的感觉会不一样 但其实真的就是跟跳绳的感觉是一样的 只是你不用再担心那个绳子会绊住你的身体 你只需要甩它 然后跟着它的那个节奏跳就可以了 就很很神奇 就推荐给想要减肥的朋友们 然后如果你家里空间不大 你就可以考虑买这种无绳跳绳 然后第二个杂物呢 就是这个牙套蜡 这个牙套蜡是我戴牙套之后发现了一个宝物 就是因为戴牙套真的很容易卡出口腔溃疡 用完它之后我的口腔溃疡就慢慢的好了 就真的很很感谢这个东西 而且我买的这个它特别好的是 它把一大片的这个已经切割成很小块的 然后它这一小颗的大小刚好就是可以按住 覆盖这一颗一颗钢牙这样子 就我用的时候我只要摘一颗下来 然后把它捏成球 然后按到比如说我这边磨 然后就按上去把它包裹住就可以了 就很使用很方便推荐给所有的戴牙套的朋友 如果你有口腔溃疡的困扰的话 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服饰类的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丁香子的贝蕾帽 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帽子戴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普通的那个贝蕾帽 因为我的帽子一般就是灰色黑色深蓝色 就很很大众的颜色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这么跳跃的 这么明亮颜色的帽子 所以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的 而且我觉得它跟米色白色 就浅色系的搭上去会比较好看 然后看上去整个人很干净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戴帽子都是把它卡在这个地方 就是卡在头发上都没有包住脑袋 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比如说这样子 就很多人戴帽子是这样戴的 我真的理解不了 你这样戴帽子的意义何在呢 你根本就没有保护好你的脑袋 然后挂在这里跑两步就掉了 就是我感觉这样戴 你帽子戴的这个地方跟没有戴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需要保护的 你的脑门的这一块地方 你都没有保护到 根本一点保暖的效果都没有 所以 哈喽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其实后面就几件衣服 然后鞋子 就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针织开衫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小印花 这个绿色和紫色的配色我超喜欢 然后它其实是两个S 是它品牌名称的缩写吧 这件我是觉得挺百搭挺可爱的 特地找了它的吊牌出来 它上面是有三种纱线 一种是80.4%的绵羊毛 一种是56.5%的兔毛 然后一种是20.8%的绵羊毛混 颈纶 就它的纱线当中动物毛的成分还是挺高的 然后比较柔软比较保暖 但是它本身就是针织本身不是很厚 就算是一个很薄的针织线 总的来讲我觉得它的版型还有图案都是好看的 但是它的价位会偏高一些 所以可能性价比方面不是特别的高 下一件就是前几天穿的这件灰色的针织衫 然后它上面是城市的名字其实 是首尔 纽约 巴黎 东京 伦敦这样子 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然后我这个尺码买的有点太大了 是Elma的 因为它是男女都就是混穿的 然后Elma其实是给男生穿的 但是因为我看那个模特图 那个女生她穿的是Elma 然后那个样子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买了Elma 但其实事实证明 Elma真的有点大 就很很宽 然后如果我那个外面大衣的袖子 袖口比较窄的话 就没有办法穿在大衣的里边 这件的话性价比就会高很多了 是这个牌子 其实我买这件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上面的城市 就是那种比较老土 但是我都挺喜欢的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接下去想分享的呢 就是卫衣 其实我最近买了三件卫衣 一件裸粉的 一件灰色 然后一件米色 但是我觉得值得分享的 还是就这件裸粉色的 我直接换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件粉色的换上了就是这样子 比较 其实它就是很基础的卫衣 然后我觉得它挺显瘦的 它只有这里有个小小的小硬牌 别的地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图案 然后它有两个口袋 像这件灰的也是耐克的 这个四个勾的 这边有点搞脏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它的话 因为它是男生的版型 它的肩线就会 比较往上一点 不像女生的像这个 会落下来一点 这里的轮廓 特别的硬挺 然后你穿的时候 你就会整个 这样子 就整个这个地方 会凸起来 在你的地方 你就会显得肩膀特别宽 虽然说 怎么说我个人 不是很介意肩膀宽啊什么的 但是就是穿上去会有一点奇怪 就比较适合男生 就显得男生比较 就是胸襟比较宽广的那种感觉 女生的话穿上去 我觉得肩线这边有点太硬挺了 然后还有件是Style Nanda 这件的版的话 我就觉得她有点太松垮了 就太大了 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大个的女生 我的身高是一米七 然后我的体重呢 是六十几公斤 具体是六十几呢 大家可以自行猜测 就是就反而我是属于 比较大个的女生嘛 我都觉得她有点太松垮太大了 她不一定是大部分女生会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还是比较娇小的 不过我自己是喜欢的啦 因为我穿她我觉得也是比较遮肉的 接下去呢是一双乐肤鞋 这是那个靴子的品牌 SW那个品牌 我看中她的点 其实主要就是她的这个珍珠边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入她们家 这个珍珠边的靴子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腿有点粗 我就觉得靴子会 就是卡到我那个小腿的肉 所以我就很犹豫 但是她这个珍珠边的乐肤鞋就是很显瘦 然后她这个鞋型其实是 比较中性的一个乐肤鞋的鞋型 但是她这一圈就给这个鞋 增添了一点女性化的感觉 我觉得这双鞋就是娘们平衡的很好 冬天我本来就很喜欢穿 深色的大衣 黑色的裤子啊什么的 就是她这一圈珍珠就整个 可以点亮我一身很暗沉的感觉 还有一双马吉拉的这个乐肤鞋 也是我最近几个月入的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双就不太值得跟大家推荐 因为我觉得她的性价比有点太低了 因为这一双的价格是这一双的两三倍 它就是比较常见的黑色皮鞋吧 不像这一双它有一个珍珠边的点缀 就还蛮特别的 但这一双的话 买其他品牌的黑色皮鞋都可以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分享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现在天又已经完全黑了 我发现这个模糊的画质 磨皮的好厉害啊 我的皮肤好好 哈哈 啊啊啊 我发现这个模糊的画质 我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很好的 好久連看 好久了